各位,這裏Kyleen Johnstone 亦提出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問到底以色列是否服務美國的利益呢? 答案是,又對又錯 主要就是要看看到底 什麼叫做美國的利益 美國在它的角度來講 可以分為美國本身 即是在美洲那邊 和美國範圍土地上的一般平民 一般市民、一般美國人 真真正正正的美國 但另外在這班人的後面 大約在華盛頓附近 就有另一堆人 這堆人是有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 這班人在幕後操控著 管理現在美國上的人的政府 而他們的目標 可以簡單來說叫做美國帝國 一個帝國和一個真正的美國兩個 在以色列的存在服務了誰呢? 對一般的美國人來說 他們的政府,即是美國帝國 將他們國家裏面的資源 包括美元也好 什麼都好 就這樣源源不絕地送過去 給以色列去繼續屠殺 巴勒斯坦人等等 或者做一些以色列國家要做的事 就是將土地上的國民 美國本身應該用在美國裏面 譬如用在美國基建上面 用在美國的教育上面 醫療上面等等的資源 全部就抽走了 去服務這個美國帝國的人 這個帝國 而這個美國帝國呢 就是隱形的 我們不知道這個美國帝國 到底是誰是頭 那有一班人 就可能有些共同的意識 也都為了自己個人利益 圍繞著這個美國帝國 這一種這樣的思考辦法 這個帝國的概念 就上下其手 操控著美國這個國家機器 包括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所能夠控制的資源等等 來服務他們 是要作為美國帝國的目的 這個美國帝國很明顯不是一個皇帝的帝國 這個帝國後面是有一些 當然是有錢人 而通過這個手段躲在幕後 操控著美國國家機器 達到他們個人目的 我們統稱這個美國帝國 這個美國帝國是在世界各地 不停地製造戰爭 當它製造戰爭時 自然需要的就是武器 因此這個帝國後面必然地 要買武器來對抗以色列 是有一個軍工企業 軍工企業肯定就是帝國那一部分 而通過這個帝國在世界各地製造各種的矛盾 使得他們的武器可以好好地售賣 以色列在這個角度來說 就會迫使到在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 必然地要買武器來對抗以色列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以色列在服務著美國帝國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以色列的存在使得美國的軍火箱 繼續可以吸收到錢 而這部分錢就通過送給以色列 以色列回頭進入軍工企業 其實在剝削美國國民應該有的國家服務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 以色列對美國來說 就是不好服務著美國的利益 而我們已經知道 拜登在他做副總統的時候 曾經說過一段話 那時他年輕很多 不過頭髮已經差不多乾了 他那裏其中說的是 如果沒有以色列的話 美國也要製造以色列出來 以便保障美國在中東的利益 當然他沒有說清楚美國是指美國國民 以為是美國帝國 保障哪個美國的利益 大家剛才聽到我分析 應該知道他在說 是保障美國帝國的利益 我很多時候在中文媒體都看到 有人說美帝國 美國帝國 其實我們可以分得很清楚 美國一般的市民是普通人 但是這班市民生活在一個地方上 在這個地方上有人通過各種手段 控制了國家的機器 控制了政府 美國就說三權分立 無論在立法方面 行政方面 或是司法方面 三權裏面 我們會見到 其實他們已經被美國帝國完全控制了 而我們再看大一點 發覺在美國除了這個國家機器 是被一些幕後黑手控制著 我們經常說美國有一個深層次的政府 這個深層次政府 我們可以見到一些表面上的工作人員 有些人在美國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工作很久 我們可以見到這些人在外交事務委員會 所作所為 肯定是在為美國帝國服務 至於他後面是什麼人 我們不得而知 真的不知道 那麼後面會不會是 猶大以色列人 我們不知道 我們大家短猜 不過我們除了這個國家機器之後 我們再看美國的其他幾個重要的地方 第一,傳媒 累到我被人禁了兩個星期 因為美國裏面的傳媒 是被一些某個民族的人控制著 只是佔2%美國的人口 但是控制了大部分美國 有數不出名的傳媒 我現在不要再說了 我可能又被人禁了 傳媒方面很明顯 一變倒 我們見到在美國的新聞裏面 所服務的 絕對不是美國人民利益 是在服務美國帝國的利益 除了傳媒之外 金融方面有個類似的問題 而美國很多大的企業 後面都仍然有這些人的身影 所以純粹來說 就像Kyleen Johnson那樣的說法 純粹看以色列是否在服務美國的利益 我們可以看到 將美國分析為美國本身和美國帝國 而這個美國帝國是通過一個隱形的方法 而控制著那個國家機器 因為要控制好的國家機器 不要讓正常的美國人推翻這個政府 它同時控制美國傳媒 和美國的金融業 這就是我的看法 希望Google不要禁我了 因為這個是公開平台 我發表自己的看法